民建聯在2008年我在選舉中送了一句話給民建聯 到今天為止都成為金句 民建聯最無恥 你看看這次這個替補方案 當林瑞麟提出來的時候 他說如果以後這個立法會分區直選的議席 和未來下一屆超級功能組別的議席出決的時候 出決的意思就是有人釘蓋 有人痛病 有人被人拉半三個月以上 有人因為三個月無緣無故沒有去立法會出席 又被他癡斷 有人好像黃毓民教時被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獻責 又出決 有人辭職又出決 無論哪種出決的方式 只要有議席出決 不得補選 就用一個替死方案 就由那個選區裏面的另外的名單最高票那個 就是落選的最高票那個去替這個位 這個替補方案就是剝奪了我們的投票權 剝奪了那些反對黃毓民的人的投票權 對嗎 對嗎 對 所以當然是反對 建制派 民間電話 我們贊成 越快越好 好了 跟著在七一前程 政府退一點點 他說不要在另一張名單 先在同一張名單替死先 即是譬如黃毓民 在九龍西 排我後面那個就是李偉宜 如果我釘了一個 或者我辭職 就是李偉宜補償 李偉宜如果不補 就是第二張名單的最高票補償 如此類推 如果都沒有人補償才補償 跟著民間聯誘 我們又贊成 之前他反對的 他說同一張名單替補 因為政府說會勢集 益了某些政黨不行 是吧 改了之後 民建聯又支持 政府說可以 我們又說可以 到七一遊行之後 第二天 很多人要求政府 撤回方案 諮詢民意先 跟著民建聯主席譚耀章下出來 趕不撤了 因為九月一號 就是區議會選舉提名 十一月就要投票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提名前 通過這條條例 等將來 在年底投票的人 知道選舉議會的時候 將來都可能會選擇一個替死鬼 所以就沒有咨詢 是對的 過去一年已經咨詢夠的了 只有十七個百分比 投票支持 那幫傢伙玩玩 全港還有二百多萬人沒有投票 就是二百多萬沒有投票的人 反對他們 民意很清楚 有了 這個世界這樣都行 今天跑馬 不怕你沒有入場 又沒有買票 有錢贏 可以 是不是 你投票的人走出來 新水生涯 投了票 就已經 喂 體現了他的權利 你不投票的人 是放棄了他的權利 對不對 放棄權利可以有好處的嗎 對不對 這樣論輸贏的 五十萬人投票給他 有二百五十萬沒有投 即是有二百五十萬人反對他 這樣都行 這個邏輯都 如果這個邏輯說得通 這個五家產曾蔭權應該回家睡覺 他是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 六百多人選舉 他家中還有七百萬人沒有選舉 好 是不是 好 他真是不隨便放我幾分架 好 好 這些真是 抓個四歲小孩來問他都會解釋 五家產多數服送少數是這個意思嗎 你要有入場券才行 是不是 你二百五十萬人出來投票反對我們 那我們真是大敗 我們提出五區公投的時候 我們遲了個位子 我們再去選 我漏你抽 你建制派派人出來跟我抽 派最強的來跟我抽 你找個白銀琴當然是輸 OK 你找個最強的來跟我抽 為什麼你不找人來跟我抽 你不找人來抽 你就放棄了 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 那當然是他們的支持者不會出來投票 對不對 那我們投票率當然低 如果你民主黨又出來投 又支持五區公投 何俊仁又辭一個位 誰辭一個位 加上整個泛民主派 拿了六成選票 08年是拿了 08年一百五十幾萬人去投票的時候 整個民主派 拿了87萬票 哥哥 我們現在拿50萬票 不是很實例的 08年整個民主派 我們在08年立法會選舉裡面 拿了一百五十八萬票 不是 87萬票 是一百五十八萬人去投票 六成選票 我們五區公投 拿了五十萬票 還有一個三十七萬票 是誰的票 就是民主黨那些人的票 是不是 如果他們出來 我們拿回這87萬票 整個公投就代表了六成的選民去投票 所以 千差萬錯 都是你八甲黨 是不是 沒有你八甲黨 做出這樣的好戲 又怎會有今時今日的替死方案呢 林瑞麟又怎會低估民意呢 他以為沒事 我趕快一個月搞定他通過 你出去一下 我記得我衝擊了他兩次之後 有一次在立法會休息時 我自主跟他說 我說 局長 你肯定了 我現在跟你說 你不要以為很得意 以為現在建制派支持你 民主派又沒什麼人反對 是不是 我說現在民意在我這邊 你就江河日下 我就是欺世如雄 你信不信我 他說 話口未完一個星期七一 他就借了 林局長變成借局長 借了 這些就是民意 我一早看他的 我說你不要以為很特意 你輸了我 我那天衝擊他 撞到 還有半尺就撞到 我打算撲上蓋巴他的 那一次 我已經跟他說 我說林瑞麟 我不會放過你 這件事我一定和你倒死勢相處 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動員 最多觀眾上街和你死過 所以我很多謝七一支持我們的朋友 我們那隊有成萬人 民結聯 到政府說要諮詢了 他又說諮詢都幾好 我們有支持 大家看看昨天新聞透視 所以我說我送八個字給他們 做保皇黨做到你們這樣 我心表同情 但愛莫能錯 然後有一句潛台詞 就活該你死 OK 所以 這些保皇黨 什麼都有 就是無恥 所以 民建聯最無恥 對不對 民建聯最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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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更無恥 有得解的 6月23號 支持政改方案 五區公投抽我們後腿 跟著就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請問這些是什麼 貨式的民主派呀 是嗎 所以 去年七一 民主黨 所 就是遊行所到之處都被人去 這次更過癮 主席何俊仁 副主席劉慧 在遊行隊面裡面不見了 這些就是民意 所以民建聯最無恥 民主黨更無恥 民主黨更無恥 他說要包圍立法會 7月2號 7月4號政府宣佈 言辭異讀 兩個月出信 他說我們不鼓勵 不呼籲 群眾包圍立法會 因為他知道人民力量借了個牆 OK 我們晨早 就已經在康民署 申請在皇后帳 和遮打花園 7月13日至15集會 我們說得出做得道 對不對 主場是我們 但是 我們歡迎民主派參與 沒有問題 我們呼籲所有群眾 關於遊行的 7月13日至15日 迫爆立法會 好 好 有些人說 翁曼 他現在收回咨詢 那你還搞什麼 我當然有得搞 是不是 我們要給人民力量去看 為什麼沒得搞 還有 7月15日下午 這個曾蔭權 去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 我們門口找幾千人 叫他扑街好不好 好 喂 這樣就可以兇他 是不是 喂 他都嚇到賴尿 裡面 裡面都有些民主派的人 會問這個替補方案來照顧他 我們那天 是和平集會 唱歌 演講 我們放很多影片 我們會把我們遊行的影片放出來 我們會把警方拘捕我們的全紀錄放出來 我們會把過去的議會反對替補方案的影片也放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7月13日的下午5時 至晚上10時左右 12時就太晚了 可以來集會 聲援我們好不好 好 聲援你自己好不好 好 7月14日又來好不好 好 大家告訴大家 不要被人看死 如果可以好像現在這裏二三百人 我們就死定了 你明白嗎 一定要是這裏的人數的10倍 行不行 好 天下圍攻立法會 天下圍攻立法會 大聲一點點 天下圍攻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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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方案 撤回方案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曾蔭權下台 曾蔭權下台 林瑞麟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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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偉紅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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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仁龍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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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英連發家幾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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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數一下你這班人 那班人 那班好微好盲 家產全部都是賊 是不是 好微好盲 拿幾十萬一個月 你想想 阿大舅扔他幾萬億稀錢 才肯派六千元 我們是最早叫他派錢的 人民力量 很早已經遊行 政府總部叫他每人派一萬 我09年和阿大舅 叫他六千元 速報 不要兩頭亡 不要派到強正金 是不是 喂 要六十五歲才拿到那六千元 是否疏了 是不是 現在拿三百多億出來派的時候 又要登記又要成九十幾樣 搞到你這麼晚 明年才要派得到 最快要年底 我們四個辦事處 都有些老人家買來 喂 那天晚上 怎樣寫啊 怎樣填啊 那些表 我們很多老人家拿著做援的 有些拿著雙殘春帖 有些拿生果金 他有銀行戶口 你一射給他就六千元 對不對 派錢都派得壞 他說不行 一派錢就牽涉到私隱 喂 大哥 他說怕有人司法覆核他 違反私隱條例 你公開了這個人拿生果金 給他一千元 然後你以後再給他六千元 那他私隱曝光 他會司法覆核 我想 我真的不信有這個人敢司法覆核 然後令到全香港人派不到六千元 那個人一定會死 沒有彈性 做事是完全沒有彈性的 拿著那個程序 死古古 他說大哥 如果這樣 我請個機器就行了 我用來請你嗎 是不是 三十幾萬一個月 二十幾萬一個月 十幾萬一個月 我請你這幫人 然後你好像一部機器那樣 那我用一部機器就行了 要不要請你呢 行不行 派六千元 都一劈屎 派了都不謝你 是不是 所以這個政府 真的可以是這樣的